Spectrum 這種上次David去日本 挖寶到幾隻 4E WCF回來之後 心中就一直覺得 這系列 尤其加上宇宙船 它可以組成一個大拳套 所以David就花了一點時間 真的把它湊成一個大拳套 因為我覺得大拳套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 最難入手的竟然都是一些雜魚角色 例如這隻 人類的雜魚 這一隻 外星生物的雜魚 這兩隻真的是水長 水長船高 再加上佛莉莎的 父親 再加上這兩隻 真的是家威是居高不下 所以DB就直接 花了一點時間 抽起了一整套 組成了佛莉莎軍團 全部擺起來的樣子 真的是 有種軍團的感覺 那光是佛莉莎的變身型態 至少就有 超過四種以上 再加上 兩隻雜魚 這雜魚真的是 DB沒有想到這種雜魚 真的是水長船高 一隻至少市面上 只好要一千塊以上 尤其是這一隻 這隻地球人的雜魚 真的是 說乎意料的貴 那老闆是說 因為配率的問題 真的是超級少的 可能三四套才會配一隻 那這一隻雜魚的話 可能市面上就是差不多800 這隻 這隻就是外太空生物的雜魚 那其他大致上都是佛莉莎 系列 也都加上一隻他哥哥 克維拉 還有一隻 他老爸 就這一隻 那薩波跟多多利亞 整體真的做得也是相當不錯 這張龍珠 的塗裝真的 也是非常的好 那太空船特別的 上面 就可以放一隻 佛莉莎 乘坐他的小宇宙船在上面的樣子 那因為這個算是老物 那因為這個算是老物 開箱只是得比把他 重新買齊 抽成一個軍團的感覺 所以就沒有再多加詳細介紹 那我們的開箱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earn Learn Peace 拜拜 拜拜